今天我们要做的占卜测试的题目是 这个单子我能谈下来吗 那今天的粘测主题呢 适用于说你们目前有那个业务单 需要谈的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需要卖的 然后需要去跟客户对象去交涉的这种行为吧 都适合来做这个测试 那我这边桌面上有放了 还是跟以前一样放了三张卡牌 然后从左到右分别是 一二三 然后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确保周边环境安静 也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在心里默想 你要粘测的这个问题 我能谈下这个单子吗 然后再从三张卡牌中选择你最有感觉 感觉最强烈的那张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 如果说完全没有感觉 或者说感应比较模糊的 就不硬选 不硬做这个测试了 好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选牌吧 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的话 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那如果已经选好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牌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情况 选这一组的朋友 我总觉得你们在面对这个要谈的单子呢 是比较信心不足的 甚至有战斗都还没开始 你就想了一大堆困难出来阻碍自己 就是还没开始走 就自己先把后路断的那种感觉 不要这样 要有信心 因为其实你们要面对的这个客户呢 这个谈单对象 他们不太会是那种特别难搞的对象 还是愿意给你适当的机会去把握他的 也不会跟你耍什么心眼 就是不会抗拒你 然后愿意去理解你 去给予你跟他谈的机会 虽然需要权衡利弊 需要有考虑的过程 这个在所难免嘛 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在气势上 信心上镇住对方的话呢 就是能够顺势引导他的话 霸气的帮他做决定 压下这个单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只是你们可能在谈这个单的过程呢 心里是比较矛盾的 会给自己想很多困难 比如有竞争对手啊 需要很费劲很努力去争取啊 过程要应对很多状况啊 怕自己胜任不了 那怕做了很多前期工作 后面没谈成白费努力啊等等 就可能真的偏那种还没开始 就给自己定义不好结果的那种心态吧 所以一定不要站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忌讳的 关于结果还是要抱希望的 就是保有正向积极的想法真的很重要 不然哪怕这个单子他再好拿下 那他自己都跑到你手边呢 但是你连摊开手去拿的信心都没有 是不是其实最终也还是谈不下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呢 要胆大心细吧 这个单能不能拿下呢 就看你们对自己有多少信心呢 那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哈 如果你们给自己设限很多情况 很消极看待这个事呢 那那肯定是没办法能谈成的 谈成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看到这个视频后 有意识去去破线 去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 去坚定自己的目标去执行 那你们是可以谈下这个单的 好吗 所以保有积极的状态 言语自律 对你们谈这个单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加油好吗 那这就是第一组的一个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情况 选这一组的你们 我觉得你们在对待 你们要谈的这个单子 态度上啊形式上啊 都还算踏实吧 就脚踏实地 做好当下该做的工作那种感觉 不会太浮夸 然后不轻浮吧 认真着手眼下应该做的事 不会计划的很远 不会说就满含口号 说我一定要在多久后 拿下这个单等等的 你们也许现状是 有可能说没有可以打配合的人 没有可以一起抱团 共助力的第二方第三方 没有助力你的好环境 但是哪怕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 你都会小心翼翼把守这个过程 所以其实你们谈下这个单子的概率是很高的 虽然你的这个客户对象 对买你的账这个事还是有纠结 比如说纠结钱不够啊 或者到底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买这个账啊 价值和价格能够成正比啊 这些都会有顾虑 拿钱出来不是那么顺畅 有一定的围栏 甚至部分的对方会给自己设限 会用他之前不好的经历来套路你们这次谈单中 我打个比方啊 就是比如你比如对方之前有买过东西 或者有合作过类似的 但是被骗了踩过坑等等的 那到你这边呢会有顾虑 怕又露坑什么的 会没有安全感 不过好在你的行事态度还算公平公正 像我刚才说的比较踏实吧 也会给到对方一定的信赖感 然后加之你是有实在在谈这个单的 力求做好每个当下 所以可能谈单这个过程比较繁琐 也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去化解去克服 但是最终呢会因为你勇于面对每个关卡 然后努力化解而成功的 所以上天不负有心人吧 你认真的那结果也不会骗你的 这一组要注意的就是 你们一定要力求公平 不要去贪占对方便宜 公平公正是这个单能谈成功的 很大影响因素 稍微浪力对方 就是少受一些都比完全不能得意 好吧对吧 所以有部分的你们可能刚开始 还需要给出去些 才更好有后面的得到更多 我觉得这一组这个单谈下来 成功率很高啊 那就先祝福你们吧 这就是第二组的一个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情况 选这一组的大家 你们要谈单的对象 你的客户对象 如果你们现在是在跟单的状态 或者在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 那这个对方好像发了暂时不感兴趣 暂时不会买你账的信号 因为死神牌都出来了嘛 就好像心里已经为这次谈单 谈合作先打上了几乎没有谈下去 必要的那个句号 或者如果你们还没谈的话呢 那对方的意向也比较一般 兴趣没有很大 因为这边感受到了对方的节奏很慢 甚至一动都不太想动的意思 然后你们这边看起来也没有干净很足的样子 可能是对方的态度让你比较泄气 或是其他原因 然后你行动力也蛮受阻的 但是有看到说你会调整策略 会重新评估或者想其他办法解决这个困境 一旦有新的灵感或者方案出来的话呢 你还是想去搏一搏的 想去看看能不能翻转这个局面 但是有可能会因为对方过于沉寂 而你这边又过于用力 而让这个结果不是那么完美 虽然你会尽量调整方案 也很认真在看能不能有转机 很想去掌控这整个过程 但是客户方好 就是对方比较消极 而我们比较积极的时候呢 会显得我们很激进 那对方更不买账都有可能 所以这边看到的是一种对结果不是那么敢笃定的那种讯息 就是把这个单弹下来也确实比较费劲 成功率一般啦 但是说实在的还是要抱希望嘛 对吧 就是最好是把节奏状态调整到和客户方同一水平的位置 就是去配合他 如果他节奏慢 你也可以不紧不慢 他想通了有开始在靠近你了 那你也可以靠近相当 就是对这个过程 放开掌控欲吧 降低期待值 因为对方看着确实比较难搞啦 比较难搞 然后没有一点时间跟他磨 好像也不行 所以急不得 好吧 所以配合对方的节奏呢 反而更有成功的可能 那当然也要信任这个过程是有好的结果呈现 还是要抱希望的总之 好吗 那么也许就会有转机 要相信奇迹 那这就是第三组的一个